最近安徽烏湖湾止区的千亩冬桃迎来了采收季 荒山种上桃树 当地还发展起了乡村旅游产业 在安徽烏湖市湾止镇的冬桃种植基地 一个个新鲜脆甜的冬桃挂满枝头 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 趁情好天气 果农们忙着采摘 装香搬运冬桃 我们预计2022年总产值大概在60万斤 我们现在的售价均价能达到10块 然后我们预计我们今年的总产值的话 能达到600万到700万吧 近年来 当地聚焦乡村振兴因地制宜 积极引进冬桃品种 将原来的荒山种上桃树 同时还积极提供冬桃种植技术服务 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带动村民们增收致富 目前我们这边种植了冬桃大概有1000亩 然后带动了周围群众差不多500人的就业 为他们每年大概创造了2万元的经济收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